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长空 7月份的最后一天 市场给大家来了一个大大的惊喜 今天你再去看网上的一些视频也好 言论也好 肯定都是养溢着被上涨冲昏的喜悦 我也不能免俗 跟大家一样 今天这种大阳线出来之后增量3000亿 很难不让人浮想联翩 这应该是超级主力入场了 一般人是干不出来这样的效果的 你看我上一期的视频是前天发的 我当时讲的是写的这个标题是短线春天 短线春天的意思就是在不考虑大盘的情况下 游资活跃起来了 短线的交易机会多了 从目前这三天的走法来看也确实如此吧 今天这种走法出来以后 我对于当下的行情肯定是更加乐观了 毫无疑问 后面的机会肯定是更多了起来 所以说你在这个股市里面还有想法的话 那么在现在在当下你就多投入一些精力到这里面来 该赚钱的时候把钱赚到 赚不到钱的时候就躺平休息 才是这个市场里面生存的节奏 好我们来看今天的龙虎榜 首先来看大众交通 大众交通的龙虎榜除了榜二的中信箭头 北京洪一芬之外 其他的四个都是东才的席位 昨天也是如此 昨天虽然说是三日榜 但也是四个东才的席位 加上一个这个中信箭头的 其实三日榜更能说明问题 加上今天最近四个交易日都是东才的席位 占据了龙虎榜买盘的四个席位 我在今天的这个盘前策略里面 早盘预案里面也是写的非常清楚 就是昨天那么多这个人气高标都是涨停板了 非常像这个毕业照了 那毕业照照完了之后怎么办呢 大家都是各自从哪来回哪去吧 对吧 今天再去接力就有可能成为最后一棒的接力选手了 这是我今天在盘前预案里面写的 这个盘前预案我是每天都会写都会发出来的 其实这个我觉得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尝试的去写一写 因为你在做复盘的时候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复自己的盘 我自己在每天复盘的时候都会去想 今天早上的时候我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个市场的 而市场又走成了什么样 最终的结果有什么样的偏差 这样子去做复盘才会有进步 很多人复盘都只是简单的把那些涨停板 这个梯队排一下去 对吧 看一看 以为这就可以了 其实我在之前的视频当中也有表达过这样的观点 就是复盘的话 你主要是复自己的盘 而不是市场的盘 市场盘当然要复 但是复自己的盘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再说回来这个大众交通 四个席位都是东才 都是这个拉萨天团 还能够 昨天还能够居于封板 这个票其实在充分验证 曹国养家老师说的那句话 对吧 得散户者得天下 这个票上面 油资的洗位都换了好几波了 该走的都走了 最后剩下散户在这里疯狂的买入 又顶了几个涨停板 那么你说是散户厉害呢 还是油资厉害呢 一般的回答应该是油资厉害 对吧 但是你要说平民厉害呢 还是权贵厉害呢 单个的权贵是秒杀单个的平民的 这毫无疑问 但是平民抱成团以后 权贵就成了纸老虎了 这一点在大众交通上面体现的非常淋漓尽致 所以今天这样的龙虎榜出来之后 我并不太意外 这个方向就等着回调再去找机会吧 无人驾驶这个方向 我觉得如果要划分一下梯队的话 那么T0毫无疑问就是大众交通 然后排在T1的是金龙汽车 排在T2的是起名信息 稍后我们看起名信息的龙虎榜的时候 再讲为什么他排在T2 然后T3的是谁呢 就是紧张在线 大众公用 交运股份 这些是排在T3 这三个今天也都出龙虎榜了 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 大众公用和紧张在线 这两个都是开板之后直线杀下来的 最终跌幅都达到了9个点以上的跌幅 虽然说没有出现跌停板 但是基本上等同于天地板了 那么这样一来这里面的筹码肯定都会乱掉了 而大众公用这个上面 就是除了东台的席位 还有一个联储浙江分 是上唐路的一个席位 我看了几个软件给到的这个买点 就是上唐路在大众公用今天上的买点 都是在掌停板买入的 以它的风格在隔日大概率是竞价就要砸出来的 那么这个票可能又是深水区开盘了 像这种标记 它的正常预期就是深水区开了 它只要不是深水区开 就相对来说还算不错 这个紧张在线也好不到哪去 基本上买盘榜全部都是东台 卖盘榜里面也有一个上唐路的席位 卖掉了将近6000万 是卖出最多的 这种标的既然走出了这样的走势 隔日的预期 它和这个大众公用是一样的 所以说这种标的就看看就行了 然后交运股份相对来说好一点 因为它跌幅只有五个点 下午的时候还有一波向上的这样一个拉升 从深水区到了这个六个点的一个涨幅 不过在我看来也没什么用 因为这三个目前来看都是需要规避的 因为这些票很多都是大面的来源 尽量不要去碰这些 其实梯队来讲 我觉得金龙汽车 你也可以把它看作和大众交通 是同属于T0梯队的 因为这两个标的 如果说它给到实时线的情况下 我想我会去参与 因为这个方向能涨到现在毫无疑问 是近期最强的赚钱效应 它几乎是不太可能走A刹的 回家下来一定有人愿意去做它的二波行情的 这个市场它是一个博弈的市场 如果这么想的人多了 它可能就不会回调到这个实时线附近了 所以说你赞同我这个观点 按我这个思路来的话 就有可能出现买不到的情况 金龙汽车这个龙虎榜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它的龙虎榜很有迷惑性 就在于招商辅舟六一中路 这个席位今天买入了7500 然后它是卖出了7000万 它没有撤退而是在坐梯的 还在引导 那么这个席位现在手里的筹码 应该是有8000万左右 就是今天买入的这个量 这里面持筹最多的是天津二维路 这个席位手里的筹码 应该是要超过一个亿的 还有一个多亿的筹码在手里 然后是一个华欣海滨南路 这个席位筹码也有3000多万 目前最多的就这三个席位 相比于大众交通 我觉得金龙汽车最起码 它没有出发那么多的异动 这一点我想应该就是很多资金没有撤退的一个原因 这个龙虎榜出来之后 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 至于你说隔日还能不能参与有没有买点的话 那就请大家自行去把握 我再来看起名信息 今天的榜一是国泰军南京太平南路 左手心一买入了9500万 然后深谷通竟买入了有6000万 剩下的都是东才的席位在坐梯的 你可以理解为散户对于这种标的上面是 在意见上面有一定的分歧 卖盘榜里面我们看到东莞湖北分 是卖掉了4500万 再就是联储浙江分上唐路卖掉了2500万 这个龙虎榜上的油资都是主卖的 卖盘榜是油资主卖的 然后是宁波桑田路 它在昨天的时候有买入2700万 今天并没有看到它卖出 应该是还在里面格局的 今天这样一个大环境之下 就是大众交通和金融汽车这些标杆 在不能够继续强势的情况下 同板块 其他的这些高标都在全线车腿回调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起名信息 它是在左手心一这个席位大局买入的加持下 成为市场当中的高标活口 这个活口在隔日表现怎么样呢 我觉得并没有明确的说法 这个就是看市场的一个博弈结果了 从今天的分尸图上来看 或者说我才看这个大单棱镜里面 今天的大单的买入主要集中在10点钟之前 之后都是小单了 10点钟之后所有的高标一起挑水的时候 起名信息还能够拉回这个水平面 并且在下午的时候出现两次尝试去封板 这里面更多的是市场自发的一种表现 并不是说左手心一在后面 这个用9500万引导了多少 他这9500万大部分应该是在10点钟之前进场的 这一点上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 如果说你是在后面进场的 就是这9500万是在这个出现下沙之后 想着去做这个高标活口进场的 那么对于这个股价的这个维护啊 或者说引导啊 是产生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因为你本身资金比较大的话 对于股价的影响就比较大啊 所以说如果你是在10点钟之前买入的 那么后面的走势又完全是市场自发走出来的 就证明很多人认可啊 这个起名信息有可能是高标的一个活口啊 所以说就看这个今天上网的这几个席位啊 像这个左手心一啊 像桑田路啊 他们在早盘阶段的一个表现啊 如果说他们能够格局一下 那么这个标的是有可能走出来的啊 这两个席位 我觉得像左手心一像桑田路啊 相对来讲有这种可能啊 因为他并不像那些一夜晴的席位啊 隔日必须要砸出来的啊 这两个席位并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是有一定的希望的 我们再来看上海贝领 上海贝领今天的龙虎榜怎么样 要结合着昨天的榜单来看啊 昨天的 昨天我没有发视频啊 昨天 这个龙虎榜上面就是 中信西安朱雀大街方心霞啊 带着散户啊 带着三个东彩的席位啊 或者说引导着散户一起把 上海贝领封版成功了啊 他昨天买入了是8100万 然后他卖掉了3700万 今天是把手里的筹码应该是都卖掉了啊 今天他卖掉了一个亿 然后买盘榜换了两个游子的席位 一个是越王大道 一个是华欣珠海海滨南路啊 这两个一个买了8000 一个买了6700 再就是东才和量化了 从这个最终的走向结果来看啊 就是方心霞在这个位置成功离场走人了 而另外两个进场的游子被他挂在了这上面啊 我认为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因为从这个走势形态上来看 日内有这么大的一个振幅啊 最高的时候有接近过涨停板 然后就是收盘到了水下 那么这就证明今天进场的这些资金 他都是亏钱的啊 或者说离场的这些资金是大获全胜的 而今天进场的是来接盘的啊 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大家可以作为参考 然后我们再来看中信海直 他在买盘榜上除了深谷通 竟买入了5000万之外 再就是东才的这个 东才的这两个席位的一个竟买入了 然后呼加楼是竟卖出了2000多万 卖盘榜还有中信上海分是卖掉了 5600万啊 中信北京总部是卖掉了5000多万 中信海直今天的龙虎榜 像呼加楼这样的席位 他是主卖的啊 并不是这个 并不是进攻的啊 那么中信海直这个标的的走法 他也是跟风终身动力去上涨的啊 今天又爆出了这么大的一个成交量 呃 既然是跟风去上涨爆量的 我觉得今天就消耗了太多的一个做多动能了啊 隔日大概率是涨不动了 那么今天跟风被被动上涨 明天就看看这个终身动力的表现怎么样了啊 再加上 这个方向啊 低空这三个家伙 老是轮流着来 所以说这个不太好去判断啊 不过我觉得 按照一般的思路来来去看吧 就是今天你是跟风上涨并且爆量了啊 如果明天还能够继续进攻的话 就算超预期了 我们再来看精益科技啊 今天的龙虎榜上面三个机构的席位是在坐梯的啊 总体来讲是主卖的 竞卖出了有5000多万 然后是中金上海分 这个量化的席位是买入了1000多万啊 这个也可以跟另外三个假机构席位归为一类啊 都差不多的 招商福州六亿中路今天又买了2200万啊 竞买入了1800 再加上他前天买入的有3000万啊 手里应该是有5000万的一个筹码在的 这个福州六亿中路这个席位啊 它的溢价在昨天已经充分显现出来了啊 今天这种走法 我觉得你就按照这个技术层面 给到我们的信号来看就行了啊 它就是一个爆量的分歧 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我们更多的遵循技术面的一些信号了 而不是单纯的去迷恋六亿中路这个席位带来的情绪溢价啊 这一点是很多研究龙虎榜的人应该去规避的 因为你看龙虎榜的时间久了 自然会对龙虎榜上面那些席位产生一定的情感 认为这些席位是好的 那些是不好的 对吧 我觉得我还是这个观点 就是这些席位他也不是来做慈善的 不是来为了让你赚钱的啊 都是为了自己来赚钱的 行情对他有利 他可能继续格局 行情一旦对他不利 他翻手砸出来比谁都快啊 所以你看龙虎榜的这个这个第一个境界吧 应该是首先做到不去迷信这些席位啊 然后再谈其他的 好 今天的视频就先讲到这里 感谢各位点赞的朋友们 再见